点击上方,一行伊朗关注我们,美之心先为您呈现,没想到好几个人想知道,我们在伊朗吃什么,伊朗对身边大部分的朋友来说都是个很陌生的国度,大家问最多的就是,安全嘛,听说很危险,再来就是,他们都吃什么啊? 美女时为天,出门在外总是碰到吃饭的问题,对我们来说很陌生的伊朗,他们又是吃些什么?其实真的还蛮多人问的,不过我是个对吃不太讲究的人,加上有些东西我们真的不太敢乱尝试,只能就我们有吃到的介绍一下罗,早餐,从民宿到旅馆,甚至是一个晚上100美元的旅馆,早餐吃的几乎都差不多, 都很发善可乘,到后来我根本不想拍了,反正都一样,这是得黑兰民宿的早餐,就这么简单,烤饼啊,波斯文拔音一样,叫做,国家是民宿女主人每两星期自己熬煮的,可我经常跟话,我们吃到的是橘子和苹果果酱,水煮蛋,起司,红茶,就这样,老是伊朗人的主事,民宿主人说, 他们每天早上都去店里买新鲜出炉的呢,然后吃一天,Google说伊斯兰世界特有的椰枣,民宿主人说伊朗有超过500种吃椰枣的方法,甜的很甜,要配茶比较好,伊朗人超爱喝红茶,无论到哪都会被请喝红茶, 在雅兹的某天早上,李爸爸外出拍照,竟然在老城区被某间旅馆老板拉进去喝茶,是真的喝了一杯红茶,带来还要请他吃早餐,但他不好意思,伊朗人真的好喝又热情啊,这是在雅兹的旅馆的早餐,刚看到的时候好开心,觉得应该会好很多,实际上扣掉也不要扣, 全部就是这样子,对,全部,跟伊术早餐相比,多了番茄炒蛋,肉末炖菜,多了沙拉,然后每家旅馆都一样,都是番茄和小黄瓜,然后并有两种,哦,还有炖豆子,伊朗有许多炖煮类的菜肴,有全素的,或是加上碎肉一起炖煮,还有整合包蛋和优格,但我就没拍了,接下来的每家旅馆早餐机, 几乎都是如上途中服出现,顶多就是番茄炒蛋变碎蛋,被其他国家地区,旅馆惯坏的我们,还真有点不太适应这种简单的早餐,不过我们总还是能吃饱了,卖囊的店铺都不太齐也,我们经常都是看到人家排队,或是很快速的拿了饼走掉,才发现街头有卖饼的地方,说真的,刚出炉时直接吃真的很好吃, 就是单纯的面粉香加烧芝麻香,身上放一片饼,无论解馋或纸鸡都很方便,而且价钱超便宜的,一张饼台币十几块而已,街头小吃,最常见的就是启示会与你,一大小杯,约从三文热五文热折合台币约二十七到四十五元,将中热的玉米加上启示, 蘑菇,可是香料倒入锅中用力搅拌,最后再挤上美乃子,融化的启示加上淤泥,真是绝配,每个城市都有很多摊饭,他们超爱吃这个的,李小恩也很爱,街头小吃或是素食店都很常见,银朗司机跟我说,这是他们很喜欢的素食,而且很健康, 这是炸豆泥丸子,通常会带点咖喱味道,再加入番茄,酸黄瓜,生菜等配料,这是老板配好的,比较贵一点都可以自选配料,说自选配料是客气,其实就是吃到饱,店家会把所有的配菜全部展示,拿到自己的Falafel后,所有的配菜全部随你家,能加多少是你的能耐,可以自选配料的Falafel经常是大排长龙, 中午不想浪费时间到餐厅吃饭时,路边会有很多小摊饭可买东西,真点比欧洲方便了,这是在黑兰伊朗国家博物馆,前公园旁的小摊饭买的,老公说这家生意最好,所以他就跟着排队,老板还请他吃了一个类似炸春卷的东西,这不太像是卖脑饼的,但也不像面包店,看到很多人买,所以跟着买,伊朗的饼店都不太像是卖脑饼的,但也不像面包店,看到很多人买,所以跟着买, 都这么简单,没有漂亮的壮饰,品相单纯,东西也不花俏,但我们在这家店买的几项东西都觉得很好吃,地点在德黑兰,国家博物馆,网珠宝博物馆的路上, 素食,银娃街头最多间的解餐店,就是素食fast food,老实说,这是我们最常解决晚餐的地方,倒不是为了省钱,而是方便,尤其是对我,都知道旅行到伊朗,只要在外就一定要包头,甚至在旅馆里,也是只要入了房间就要包, 对我们这种平常根本不用包头的游客来说真的很不方便,我用围巾包头,加上背包的关系,头巾经常处于快掉下来的状态,最不方便是上厕所时,伊朗的厕所,尤其是公共厕所几乎全都是蹲室的,加上围巾真的很不方便,我一天至少要说个十来次,好不方便啊, 所以最舒服的方式,就是把东西带回房间吃,我可以把头巾摘下,轻松舒服的坐在地上吃饭,而伊朗人似乎也很喜爱方便的素食,每个城市里都有好多素食,素食其实都差不多,披萨,汉堡之类,但还是颇有一两特色,例如汉堡口味,当然不会有猪肉汉堡,而且条位也跟我们熟悉的美食汉堡不太一样, 三明治加入酸黄瓜,这酸黄瓜但是很酸,但跟番茄一起搭配却很对味,在伊朗不管吃什么东西,都很常见到酸黄瓜的身影,某些父子俩外带的晚餐,那天在亚兹德,回城狂风大作,风沙瓜脸,小子竟然一想牵开把帽子盖住头,像个盲人一样让爸爸牵回家 又是个小牵手启示于你,右下角三角形的,是路边很常见的炸物,不过太油腻了,只吃一次就没再买了,这个皮粉我觉得超可爱的,做得像个香说,吃的时候手握住饼,气方便又不怕弄脏手,路边还很常见的就是各式烤肉,一样可内容或外带,点采方式很简单, 在橱窗选择自己要的肉类,数量,然后就可以等住上菜楼,烤肉一定都会附上饼,然后老板都会要不要饮料,可是饮料选项都只有汽水,克勒和优格优老乳,我们曾经点了一瓶优老族,结果是薄荷口味的优老族,还咸咸的,我想那应该很健康,可是我们何不习惯啊,附上看起来像橘子 其实是柠檬的东西,我傻傻的咬了一口就喷泪,其实烤饼加沙拉加烤肉卷在一起是挺好吃的,而且方便快速经济时会,卖烤鸡的店也很多,每次看到烤箱里的烤鸡转啊转的,就好像在对我这手一样,所以我们也爱搭好几次,这是我们被大雪封路退回雅兹德, 在旅馆不远处的外卖餐厅,根本就像变道店的菜单,因为太美味,想到要拍照时已经快吃完了,这才我们吃了皮包炖蔬菜配饭,为什么没有鸡,因为生意太好,鸡都卖光了,跟鸡有关的通通都没有,印象中这顿饭花不得台便二百,跟台湾的变道价钱差不多,但是分量都很多,那天傍晚我们到另外一家店买烤鸡, 配上中午没吃完的烤饼,这烤半机不到台币九十,只可惜吃起来有点钱,感觉上应该中午那家比较好吃,但它没开啊,在SF很住宿不远处速食店买的晚餐,全部加起来约台币一百一十七,伊朗的物价也太便宜了,这个便当是从德海兰大业车到亚斯的时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买的是VIP车票, 上车后开始发饮料和便当,晚上十点多了还发便当,不过他们还真的就开始吃起便当了,鸡肉普通,蛋饭真的很好吃,来伊朗一定要试试他们的米饭,绝对不后悔,餐厅,偶尔我还是会忍耐不方便在餐厅吃饭, 毕竟这里物价不贵,而且很多特色餐点还是得到餐厅才能吃得到,这是德海兰哈斯的主人推荐我们吃的羊腿,他本来推荐在大巴扎附近一间餐厅,不过人山人海,看到那阵仗我们根本不想排队, 对,是图片对面黄色招牌楼上哦,人楼已经排到马路上,竟然还要继续往楼上排,算了,对面也是一家餐厅,路人跟我们说,这家不错,于是我们走进去,却让有羊腿便坐下, 哈斯头主人提醒我们,伊朗的食物分量都很大,通常一个餐厅可以,最多点两道,吃不完就打包当晚餐,我们半信半疑点了一份羊腿,上来真的吓一跳,好大一份,盘子都超大的了,伊朗的饭上都会点缀住凡红花染色的饭,还会和上奶油一起吃,但我们都没和过奶油,米很长, 但跟泰国米口感很不一样,泰国米偏硬,但伊朗的米松软好吃,不知道煮的时候,有没有调味,但我们都觉得即使单吃米饭都很有味道,很好吃,我们后来去买凡红花时,咱货店老板开了一包米给我们闻,跟我们强调是伊朗产的米,跟巴基斯产的不一样,果真,取鲜米放掌心,哈一口气后凑进闻, 有助非常浓郁的米香,这饭因为加了很多香料,但是觉得味道有点怪,不是很喜欢,羊腿酱汁是番茄口味,味道不错,而且羊腿非常软嫩无骚味,连不爱吃肉的小恩都吃了好几口,大概是我当吃饭时的表情不太好, 隔壁阿姨跑来吃饭,要怎么吃这道菜,原来是要把饭放在饼里,再加上酱汁和肉一起享用,果然美味,而且阿姨很热情,她的菜上来以后,一直跟我们分享她的食物,炖燃肉蔬菜,一样要用饼包住,结果李小恩更喜欢阿姨的菜,阿姨也一直为她吃饼,根本是被阿姨喂饱了, 伊朗人也太好客了吧,真的每餐都离不开饼,即使已经有饭还是会有饼,伊朗的炖菜看起来都这样黄黄糊糊的,里面大多是豆子,有素的也有炖碎肉的,素食者到伊朗要吃饭应该不成问题,但要怎么点餐才是问题,在阿姨得了参加的图包含五餐,这也是很传统的伊朗菜炖鞋子,看又是炖菜了,伊朗菜口味稍微, 但没日本那么咸,算是在可接受程度,但是酸的就真的会比较酸,吃的时候要斟着饭量,这是在Triple Advisor评价第一名德亚斯的餐厅Tomato Range,我们点了混合烤肉鸡肉,羊肉,还有地瓜饭,服务生跟我推荐书一定好吃,而且很特别所以点点看,是不错,不过这饭有点活吧,我不太爱,最妙的应该是我们的饭, 我们点的那两杯咖啡,竟然是吉隆咖啡,而且非常甜,我们经常在路边看到一个大茶桶,里面装满热水,然后一个个纸杯装住吉隆咖啡包,这就是伊朗路边常现的咖啡店,我以为到餐厅吃饭应该会来一杯正常的咖啡,结果竟然是这个,一整个傻眼,后来我们都不敢点咖啡,唯一一次喝到拿铁也是观察很久, 确定是有一式咖啡机,咖啡店才敢走进去,在S7第二天晚上,受不了一直吃饼,我决定一定要找间有饭的店,但小恩说,他还是要吃饼,想起从33孔桥,往旅馆路上有看过一间师傅现炒饼的店,决定今天晚上吃这间,幸好他有卖饭,新鲜出炉的饼真的很好吃, 简单的味道总是最美味的,在老板推荐下,我们点了一道汤,有时番茄口味的汤,这道汤里加了硬脉和脆肉,胃口不大的小恩喝汤,配饼,也就饱了,有够生活食肺等于等于,烤肉还不错,不过我的鸡肉就不怎样了,鸡胸肉本来就比较浅, 加上调味又偏酸,还是米饭最好吃了,这是我们在康选排名第二大巴西,Tea House Traditional Restaurant点的菜,饭底下埋住烤鸡肉,右下角的菜是某种香料和羊肉做成的丸子,味道有点酸,我不太习惯,中间的饼真的是饼钱,好好吃,在伊朗的餐厅当然有桌椅可做,但更多人是坐在床上,建筑物中央多油 各个天井,水池,自修放床,我们就在上面或坐或躺,是挺建议无拘束的,床上会铺地毯,上彩前会在地毯上铺上一张捉襟房子,伊朗的输货种类看起来并不多,而且也不太符合台湾人漂亮的标怀,但我想,那可能是食物本身没被改良太多,应该是比较天然的吧,古色路上除了运送丝绸,便是香料, 未居思路重要位置的伊朗,市场里当然随处可见各式香料,菜肴里也使用许多香料,但这趟路上最令我们难忘的应该是这盘不起眼的饭,就只有番茄,白饭,和一团墨绿色的东西,有什么特别的,因为这是我们在沙漠一战的晚餐,在冬夜寒冷的沙漠中能吃到这盘,热腾腾的饭真的很幸福,墨绿色的东西是某种蔬菜剁碎后, 加上鸡蛋,然后用油饭煎炸而成,司机跟我说的,它很简单,也很美味,但更重要的是,它是我们在曾经商旅往来的驿站中的晚餐,想到千百年来,无数的商旅曾在几古驿站中度过他们漫长旅途中的一夜,心里不禁感叹, 我究竟要怎么抉择未来的生活,我该为未来做点打算,但人生几何,怎曾想到会有一天,会来到这沙漠,走在沙丘上,看了梦幻的沙漠运落,看了满天星斗,还享用了这道简单却得来不易的晚餐, 这顿饭吃完,我真的很有感叹,人生就是不断做抉择,我想我永远没办法舍弃对旅行的热爱,而且这趟一朗行一路走来,打破很多我对伊斯兰世界的错误看法,开了眼界,小儿在这趟旅行里的收获更是满满, 最后附上在机场吃的晚餐,贵宝,九十几万reel对比机场外的事件,还以为自己听错了,不过是真的很好吃了,而且让我们吃得很饱,鸡肉沙拉,味道,看到这个沙拉我们就后悔点了三道菜,蘑菇薰鸡意大利面,就那样罗还不错,可以说是我们在伊朗吃到最juicy,这个一非东一非西方的神秘古国, 他的面纱下究竟什么样?一星伊朗伊朗与你想象的不一样,神秘波斯,热情美好,文章作者 旅行记录,请发去邮箱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